OK,咱们继续来看比赛 我之前非常喜欢这个解说 这个比赛 因为咒识普陀是我个人感觉 它是能够达到那种四两拨千斤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存在 这把的话观察方就是一个咒识普陀 咱们来看一看对战一个武装罐 这个杰尼龟的一个武装罐应该来说的话也是非常可以 因为毕竟玩武装罐的一个同胞们比较少 等会咱们看一下观察方的一个咒识普陀怎么打 对战方这个武装罐也是比较套路一点 对面直接拉了一手顾伤的一个这个 这个那个是叶罗煞 对战方点了一手灯 因为每回合观察方能够给对面造成的一个伤害 确实非常有限 观察方 观察方拉了一只佩素 拉起来肯定是要给对面挂紧箍的 没有起莲花的一个紧箍 确实伤害有点难看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其实这个刚开始梦幻的时候 刚开始这个梦幻戏油 其实只有三个特殊技能 就是这个善恶和利皮 还有这个叶武侵城的 当时早期的一个梦幻 其实当时的一个主要的玩法 那个时候还没有就是说副本 那个时候就是抓鬼 那个时候抓鬼的话 当时他有一个悟靠鬼 当时这个悟靠鬼好像是设定的 设定的是法宠打 然后他有一个双靠鬼 和这个双靠鬼应该是 当时就是为这个业武侵城 他可以就是说固定伤害 去打这个双靠 然后立批的话 是吧 去批这种 这种这种血宠 这个善恶的话 是吧 打这种民鬼 抗法鬼 但是有可能确实 这个业武侵城的话 不是特别好用 因为他是根据你的一个敏捷点 所以的话 要生存没生存 而且业武侵城本身的话 也是比较弱 所以的话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一个重视 判断方继续出 判断方一手三秒 秒对面的一个前排 没有秒飞 BOSE伤害还是非常OK的 判断方直接单点对面的一个武装罐 武装罐的话 说实话 这个攻击也不是特别高 判断方一手奔雷 直接秒过来 感觉判断方的一个硬件 确实有点小拉拉 我姐说过很多 这个宗师普陀的一个比赛 像观察方这种硬件的话 应该就是那种比较弱的了 对待方的话 当然也不是特别强 这个宗师普陀的话 他是比较喜欢打这种逆风局的 观察方这只后排的一个宝宝 高连 观察方这个这个混沌球的话是没有虚拟的 怎么秒过去的一个伤害 感觉很柔是吧 观察方再拉顺法 感觉对待方有点扛不住了 对待方主要是宝王扛不住啊 你看这个混沌球也倒地 化成一团乌云 一手是雪坠一阶 对待方拉了一个孩子 葫芦宝贝 高连五百 对待方感觉没有可以进攻的一个宝宝 观察方给对面丢一手无魂 观察方前面这只雷鸟神的话有点搞啊 这个175的一个是吧 PK大神带这种雷鸟神 观察方一手水清解开虚弥 虚弥继续秒出去 感觉观察方如果虚弥的话 真的不如点一个灯啊 因为可以看到每回合 对待方给观察方造成的一个输出 真的是寥寥无几啊 对待方疯狂卡血 观察方可以继续给对面套紧箍啊 因为对待方的 啊对套起来 门派优势是吧 咱得发挥出来呀 兄弟 哦呦 这次秒的很舒服 对待方宝宝也是拉起来了 啊 对待方拉一手一致 瞬机拍观点方人物 三千多伤害一致一高 观点方一手水清解开 这只馄饨球 这样的话观点方 会有两只法充秒过去 这把输出给对面造成的 我的天哪 你看奔雷咒 对待方的一个宝宝是神了 但是人物没有扛住 对待方宝宝拉起对面人 对待方人物继续控 观点方的一个宝宝 看一看对面的一个童子 能不能出手 这只化魂 还有这只馄饨球的话 真的是打出了成敦的出锅 观点方这几只宝宝 基本没有换过 除了这个雷鸟人 这个后来是吧 打了一半出来的 这几只宝宝 我的天哪 都没有换过 恭喜观点方 直接拿下比赛 谢谢大家